下一个问题 在我们修行中 我们会通过梦境 知道一些前世的缘分 因为对这些前世的缘分 我们如何做到理性的对待呢 请师傅私底下 这真的也是个现实问题 因为过去呢 不知道自己前世的缘分呢 很多人呢 也就稀里糊涂了 一辈子了 对不对啊 当然知道好 还是不知道好呢 那都有利弊 知道了之后 要理性对待 这就是你现在提的问题了 那么怎么样理性对待 这个前世的缘分呢 就知道前世 知道这个里边的道理 我前世没有做好 所以我这辈子受苦来了 对吧 我今天这个女的 跟你感情很好 这是上辈子 我跟她的冤解 所以我现在已经 你现在自己已经结婚了 那你看你这个女的 现在很喜欢你 那你自己要理性对待 对不对啊 否则的话 你把现在就搞得一塌糊涂 你又造了个新业 那你下辈子呢 你要还她的了 对不对啊 但是有的人呢 有的人呢 因为上辈子 这个缘分没有还完 如果这辈子 跟这个人缘分没了 那你这辈子 又可以延续下去 那像这种情况 就是像 第一个老婆离婚了 那么第二个老婆 人家过得也挺好 那这种也有 对不对啊 像这种情况 其实很难 靠自己来猜测 来摆布的 有时候不知道 因为人说都不知道嘛 那么怎么样呢 就感觉啊 靠完全靠自己的感觉 而且呢 最好的方法念菩萨念经 如果念经念了之后 菩萨对你特别的 特别的没有意见 就是没有给你明确的惩罚 没有给你明确的怎么样 然后呢 你自己呢 或者感觉到 哎呀 菩萨好像这个事情是有点同意我的 那你才能慢慢的一步一步 一点点试试看 因为这个毕竟 你不知道前世这个缘分 应该不应该 但是首先有一点 你必须跟一个旧的 必须要慢慢的慢慢的没有 否则的话 你又是犯罪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像这种情况 因为我顺便今天就你这个问题 我也就是跟有些人 他们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有些人本来已经 要学佛之前 已经差不多要离婚了 已经一撞子到法庭了 那么后来他到了 到了那个学佛 工修会里面碰到个女的 特别喜欢她 怎么办呢 对不对啊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又不敢 对不对啊 那里面离掉 像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呢 第一 要求求观世音菩萨 梦中会跟你讲的 会跟你讲的 第二呢 自己要如理如法 如理如法就是说 你如果想跟那个座 一点点接触的话 你必须那个千万 不能说两头 两头脚踏 两头船 那就是造成 三角恋爱的 这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了 明白了吗 对对 谢谢 明白明白 哦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